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我現在就把時間開放給大家好 來這位男士可不可以站在稍微高一點的位置 我真的非常開心你今天真的把這裡當做自己的家了 藍白拖來站在最高一層 你哪一所學校都穿這樣上學的 台大 台大齁 唉 想當年我讀台大的時候不是這樣的 沒有就是其實 就是有一個問題想要問大家 大家有沒有聽過有加柔珠的洗面乳 或者是可以可分解的塑膠袋之類的產品 應該是有人用過吧 那你們知道那些柔珠 或者是可分解的塑膠袋最後去哪裡了嗎 其實像這種以前年代法規 因為沒那麼嚴的時候都是會偷偷載到山上埋掉 可是那可分解的塑膠袋雖然標版可分解 可是它只是分解成更小的碎片 就是因為我們 我們的科系跟土壤有關 你什麼系 農業化學 太好了 對我們要去山上挖土 結果發現就是我們在弄的時候發現有很多小的塑膠碎片 那些塑膠碎片很多都是像以前俗稱的石頭紙 就是塑膠袋裡面有加一些碳酸鈣的顆粒的那一種 那那一種就是在下雨過後是分解了 可是變那些碎片之後就跑到河川裡 然後接下來就被分解下去 它還是不會不見 只是變到你肉眼看不到 那它其實就是潛藏在像我們一般生活的土壤裡 還有最大的危害就是我們用的柔珠洗面乳 柔珠洗面乳 對那其實都是很微小的塑膠顆粒 濾網濾不掉 自然水廠處理不掉 那不是自然污水廠處理不掉 那它最後只能排放到大海 對了解 或者是到就是紅 然後就飄到紅樹林的土壤 這就被我們踩起來嚴重 所以你是濃化系 你在這方面有專業的知識 那謝謝你提醒我們這一點 那現在我們大家知道這一點 那對於我們接下來的行為 應該要做什麼改變呢 我是覺得說如果沒有用就是那些就是那種產品 我覺得那種只是其實一種商業的噱頭 要嘛就是從紙袋做起 或者是是說就乾脆不要用那種可分解釋 因為其實根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對 對因為我們踩起來土壤 我們要過濾那些塑膠花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通常會覺得 我用分解式的塑膠袋 似乎就感覺比較安心一點 對只是其實我覺得一半是商人 一半是自我安慰 你現在是在敲醒我們 其實本質上是差不多的 這非常有趣的補充 還有直接流行的那種就是環保餐具或環保袋 其實應該說做一個的話 它所消耗的資源可以做更多 可能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的就是塑膠袋 那你一個環保袋 你可以用十次嗎 十次或許可以 那一百次兩百次呢 那其實甚至可能長久用下來 更浪費 看看前面的諸位貴賓帶有沒有補充 這是今天第二問題 謝謝您 我們掌聲給這位台大同學鼓勵一下 好 後面的還有沒有 好 還有嗎 好 來這位男生看起來也是很年輕 好 太好了 來 您貴姓 葉 葉先生你是學生嗎 還是在 我正大的碩士 喔正大的碩士 你看看人家正大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看來一下 來請 就是 因為我一個朋友很 在推 很希望我們身邊的人都跟他一樣帶環保餐具 然後 我有陣子也就是 就是他那時候還在 還沒有跳槽去台大同學 之前 是 就是 帶了陣子的環保餐具 我想 我想 一個疑問想提出來 就是說 因為我自己帶帶很多餐具 我自己去樂華夜市 他們有宣傳他們是 台灣 應該是第一個還是不知道第幾個的 無數的夜市 他們要推廣無數的餐具 可是我自己在帶的習慣上 我要挑戰的是 例如說我帶了一個免洗的餐盒 或我帶了餐具去裝 可是那個東西 有時候變得很麻煩 因為 他如果買了一個碳烤或買了一個滷味 對 那些東西就會沾到我們的餐具 會在餐盒上面 對 可是我又不想拿很多衛生紙去把它擦乾淨 然後做更多的垃圾 可是 那我覺得說 可是我又不可能帶很多的環保盒去裝 很多很多的吃 對 所以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是覺得 我自己遇到了 就遇到一個 那我覺得很 就是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如果比起我以前帶的 我就是拿了就直接丟到垃圾桶就好 因為那絲桶其實 在夜市也是越來越普遍 對 那我就想說 謝謝你 所以這位政大同學 也 也說出了我們心中 也許 不敢大聲說出的話了 我才在觀念上 我每個人都支持 每個人要帶自己的餐具啊 對不對 好 但是 實際上 比如說我臨時起義 想去夜市買個東西 我不可能先回家 把我的環保餐具帶了 才去夜市買東西 縱使我事先計劃好 要去買 如果我買不同的東西 我要有不同的餐具 他講的這句話最真實 就是真的是很麻煩 我不曉得這一點 再做各位的看法怎麼樣 我也謝謝這個問題 說出了很多人心聲 我們掌聲給這位政大同學鼓勵一下 好不好 謝謝 前面的朋友 有沒有我們再聽一個問題 就讓今天來參加的三位講者 還有其他幾位貴賓 來分享一下 您要提出問題嗎 沒有 好 那等我一下我們聽聽看最後這個問題 我姓林 雙木林 我來自桃園 我想要提出一個問題是 今天我們來的人 大部分都有帶環保的器具 然後也都支持這樣的觀念 也都有興趣關心 可是沒來的人在哪裡 所以我們在這個同溫層裡面 關在門裡面 對和尚面經驗了很久 所以我們怎麼樣對還沒有來到這裡的人 告訴他們這些做法 或是讓他們跟著一起改變 這其實是我們一直在想要改變的事情 好這個是大災問 就是說今天這個族群它代表性到底有多少 我們不太確定 也就是說我們的觀念以及我們的作為 到底佔台灣整體來講是多少呢 這個是我們思考 怎麼樣去擴大這同溫層 也謝謝你問這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請大家選擇性的來回答 好 我先回答他的這個就是 也就是說要怎麼去宣達到每一個人 這其實跟我們做這個 這一次的這個 有點像是廣告影片或是這個 這個專題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連結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用這種反差感的東西 就是為了要讓一些對於這些東西 因為其實許多文宣他其實已經讓我們看到麻痺了 對那麻痺了以後他必須要有一個新的手法 讓大家再去喚醒另外一個意識 那喚醒另外一個意識以後 那有什麼東西更貼近我們 那這也是其中一個我們為什麼要用冰棒這個東西來呈現 那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們展場上有非常非常多 甚至我覺得啦 他的那個年齡層反而觸及得很廣 可能以前幼稚園或是國小的小朋友 他對這個快的東西 他並不會太去理解或是想要去了解他 可是他會因為 欸我今天這個東西是污水冰棒欸 他不能吃 然後他就會說欸為什麼不能吃 然後去了解 那就可以從這個過程中去教育他 那這個這個部分他就可以觸及到一些比較多一點的人這樣子 嗯 好 很棒的一段對話 然後我們掌聲謝謝益辰的這個回答 好 那儀惠呢 針對剛才現場的幾個問題 有沒有想要分享的 嗯 嗯就是剛剛聽到說柔珠這一個 那就是我覺得也是算個人的習慣 如果從個人習慣改變的話 就是根本就是不太會需要用到更多的需要 就是可能柔珠說 喔我需要這個東西來清理我的毛孔 那可能也有其他種方式 不一定需要那一個那麼小的東西 沒辦法分解的東西去協助這樣子 我覺得是這樣子 嗯農化系的這位同學 那有沒有替代產品 能夠取代柔珠產生的效果 好 我只好問一個男生這個問題 好像非常奇怪 但因為你是專業的 好 除了柔珠之外可以 有其他取代品 比如說 我不知道麵粉之類的 有沒有辦法 其實最近就有看到那個像火山那個什麼火山泥啊 不是還蠻有名的那一種 其實可以其實 應該說之前是廠商為了可能統一規格 對 或許是成本問題 不然其實用那天然的像磨砂的 那種其實應該會對環境好很多 相對起來 好 所以這呼應到剛才介生講的三角性 所以廠商必須要去進一步的研發 那當然我們消費者 今天聽到的這個就有更高的意識 所以未來你在消費的時候就可以做出選擇 而你的選擇就可以逼廠商在行為上做改變 好 所以謝謝你們這段對話 好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 那介生請 然後介生講完 我也想請今天不管張文發基金會 綠色和平 或是慈心的幾位貴賓也分享一下你們的看法 我想先 如果是回應柔珠那個的話 就是身為一個男生 我比較沒有去角質的需求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 有一個東西叫Pool Free 它可能是 是從洗頭髮精開始 選Pool 就是不要用洗髮精開始 那 其實我從去年 世界海洋日吧 大概6月8號開始 到現在1年多了 我大概只有手指頭 比較容易接觸到 不管是天然 或者是手工皂 或者是化學系的清潔劑 基本上 可能我自己身為男生 我有剪很短的頭髮 我其實慢慢發現 其實我並沒有需要用到實化 甚至連手工皂的使用 都是不太需要的 對 我們那邊有一位做手工皂的老師 會非常高興聽到你講這句話 你一巴掌就把他的產業給抹煞了 當然我每天還是要洗碗 對 還是要洗我的便當盒 那這回覆到便當盒 我發現這位同學 他 我覺得你有感覺到你自己心裡的想法 就是麻煩 這其實是我剛剛放的那一張 55個垃圾335公克 我講的方便 你捨去的方便 你不可能不麻煩 我覺得這是 如果你想要嘗試減速生活 或者你開始減速生活 你感覺麻煩 這是非常正常的 因為塑膠就是為了方便所製造而成的 它就是為了讓你使用5分鐘丟掉 然後你不用在意它200年後會被分解 可是如果你願意去觀察你的心 過去你可能5分鐘之內 你不用在乎任何的事情 因為你就是消費 因為你垃圾丟了就不關你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在意你的心 你開始體驗這個麻煩 你去分析你 可以接受到多大的程度的麻煩 也許你覺得 我用嘴巴喝飲料就好 我不用吸管 你可以接受沒有吸管的麻煩 或你慢慢一步一步往去邁進 也許你就有可能做到所謂的零廢氣 這個是很多人心目中的一個夢想 可是那個可能是一個方向 可是不要今天自己的心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是 好 我們掌聲謝謝計生 其實不管是減速或是碳足跡或暖化的問題 其實都一樣 麻煩與方便 其實是要看你看的時間點有多長 當你只看現在的時候 當然這些事很麻煩 為什麼要減碳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看五個世代十個世代 你的孫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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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累積出來的所有的東西 最後會對他們造成很大的麻煩 好 所以如果我們有比較長的時間觀點 也許這個問題就看得很清楚 傑森也跟我們分享 這兩年你都不用肥皂洗頭 我覺得 我覺得男生講這個沒什麼說服力 我來問問美女好了 你有用柔珠的洗面乳 你有用肥皂 沒有 我有用肥皂 沒有柔珠 到底有沒有必要用柔珠來去角質呢 我是覺得不用了 對 你站起來讓大家看看 你看人家還不是這麼可愛 好 這個是沒有柔珠的效果 這個是使用錢跟使用錢 都一樣漂亮 好 所以 這些都給大家做參考 那在我們結束之前 我還是要謝謝今天我們支持的單位 我也想最後再聽聽你們的想法 張文發經經會的兩位代表 你剛才對於我們現場提出這些問題 有沒有什麼想法 裕欣要不要你先來說一說 你做個結論 好那其實 其實我真的很那個 覺得說佩服這幾位 在這個教育當中這麼多的付出 那其實我覺得剛才講到一個方便嘛 那其實不方便 我們開始準備一些環保的東西 比如說 這是自己可以洗的東西 真的會有點不方便 可是其實習慣就好了啦 一段時間就習慣了 我相信說 只要我們每個人 就是從一點一滴 開始做起 然後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來影響身邊的人 就像我們聯合報一樣 他就是用這樣子的論壇 至少影響了我們現場這麼多人 那甚至影響了我們看到的人 那我們回去 把那個再分享出去 又影響一些人 我覺得從個人做起 然後再慢慢影響旁邊的人 我們一點一滴的進步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是 好 好 那我們謝謝玉姓兄 我們掌聲給玉姓 還有張榮發經營會鼓勵一下 好不好 好 玉姓我們就來做這件事好了 好 我可不可以請 在座各位 如果你願意的話 現在是拿起你手機的好時候 剛好我們三位講者也在台上 我可不可以請大家拿起你的手機拍他們 好 為什麼要拍他們呢 好 因為我希望你現在拍了這張照片 你待會離開這個現場的時候 你可以在你的臉書上 分享你今天最有fu的一句話 好 最有感覺的一個畫面 因為如果你現在不拍 你回去可能分享的動力 就會大大的降低 好 你現在拍了 也許50%人回去分享 那50%人回去分享 就可以達到剛才我們玉姓講的這句話 以及剛才這位小姐你的顧慮 我們怎麼樣擴大我們影響力 從這個房間擴展到別的地方 那的確是我們接下來 所要創造的正向的改變 好 所以也許就從這個地方開始 好 所以謝謝三位 你們現在留下這個畫面 因為也許就會觸及到 今天不在現場的其他人 好 謝謝玉姓 好 那我也可不可以請 靳娟你從慈欣的角度來 對剛才的問題選擇性的來回答 慈欣代表第三次發言 我想要回應一下關於同溫層 就是我不曉得 就是因為很剛巧就是我們 我跟健身七年前吧 我們就一起在海費這個議題上努力 然後我想要問問健身 您覺得七年前跟七年後 我們我們的溫層有沒有稍微擴大一點 欸好棒 靳娟你要不要站在身旁 棉月這樣這張照片會更漂亮 這是你覺得關注這個議題的人 跟領域有變多嗎 嗯 嗯 我覺得 如果這個議題分成 舞台上的人跟旁觀者跟 不相干或者是完全不在意的人 我發現舞台上的人越來越多了 那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從不同的角色來思考 就是今天各位來這邊 你是在意這個事情的人 可是你可能還沒有準備好要踏在舞台上 你還沒有想要去發揮你的影響力 或者是你還不知道你有什麼影響力 可以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可是至少你踏出第一步 你願意來觀察這件事情在改變 我相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生活中其實並不是所有問題 都沒有被產生任何改變 如果我們這是50年前的一場論壇 我們在討論的可能是 為什麼台灣會有 隨地大小便跟亂土壇的問題 可能現在我們不需要討論這個 甚至我們連貓狗大便 沒有人清少在都市裡面 可能都不太需要再討論了 那為什麼現在要討論這個呢 塑膠其實根本不是違法的東西 可是未來會不會呢 我們社會是不停地在變青 當然公民永遠跑在最前面 政策跟法規永遠跑在最後面 他是規範不聽話的人 或者是沒有那麼積極跟主動的人 可是我相信只要你今天開始 你願意去做觀察 離六七年後 可以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情 社會是在變動的 好就是我之所以問這個問題 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七年前可能就是只有 荒野啊然後綠色和平啊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非常典型的環保團體在談 海貝這個議題 可是七年後我看到 像就是傳播的新銳 然後或者是就是社會企業 然後不同的領域 開始能夠進入到這個預期領域 那我覺得其實突破同溫層這件事情 也是從個人開始的 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願意突破自己的同溫層 去跟自己不同看法 不同立場的人開始對話的話 我覺得那個大的同溫層就會被突破這樣子 好 我們謝謝靖娟 你今天的參與 也幫助我們擴大了這個統溫層 我們掌聲謝謝慈欣今天的參與 綠色和平 這位穿黑衣服的小姐 我知道你剛才有一些感受 所以我可不可以最後請你來發言 對不起我 不知道您的大名 我叫佑貞 佑貞 好 來佑貞 其實我在這 我想請那個台大同學到前面來一下 好嗎 好 我想要差提的告訴你一件事情 好 各位請看一下佑貞的腳 台大這位同學 除非你的腳這麼漂亮的刺青 否則不要隨便穿拖鞋 開你玩笑 來台大同學請坐 我們一起坐在這邊聽佑貞做個結論 好 我快速分享一下 因為 我在綠色和平的工作是負責做公眾動員的 也就是說我必須把我們組織裡面在講的議題 帶到社會大眾去 可是其實我們常會覺得說 我們的目標是不是就是要去接近那些 本來就關心環境問題的人 其實不是在我過去的幾年的經驗裡面 真正會需要被接觸的就是剛剛那位 穿灰白色橫條紋的兄弟 他剛剛說的非常對 就是在我過去的經驗裡面遇到大眾的反應都是 他們每次看到我出現啊 都會有一種忠愧要來抓鬼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會害怕 特別你這邊用無我啊 對 因為他會覺得說 每次跟他們對焦的時候他們眼睛都不敢對焦 因為他會覺得 沒有我其實平常沒有在用環保習慣 我沒有自己帶四包這樣子 我覺得從我自己自身的經驗去分享 有時候我平常騎機車 然後呢 在很天真的時期呢 我就覺得在綠色和平工作我很驕傲嘛 所以我就在我機車後面貼了一個綠色和平的貼紙 這個很反諷吧 就是說你們不是自己在推行 不要 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嘛 那我當時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那 後面貼的貼紙啦 那有一天下班 剛好要吃東西 我又沒有 隨身帶我的那個 環保餐具 我就去 某一個店家 我就買一個什麼東西 他用塑膠袋裝 我當下也是沒有這個意思 用塑膠袋裝呢 我就把它放 吃完了嘛 然後我也就隨手亂丟 我就丟在我 塞在我自己前面的一個洞裡面 那 就 風很大一陣過來 然後就 那個塑膠袋就 就 就飛啊 這樣子 然後我心裡面 就在它飛起來那一剎那 我想到 我說完蛋了 我後面貼著綠色和平的貼紙 然後我的塑膠袋現在在 空中這樣 隨意的飄揚這樣 我其實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其實反映很多人 他在生活裡面講到的 不便利 這個東西呢 在我們 這幾次的經驗下來 我發現可以突破一個盲點 就是 你要如何把這件事情變成很酷 很喬 比如說這個同學 他說超級麻煩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跟一個你喜歡的女生出去 他不知道你喜歡他 你默默地暗戀他 然後你就拿出了 鋼鐵的吸管 他說那什麼啊 然後你就說 喔鋼鐵吸管 然後他說 喔蠻特別的 我就不相信 你會覺得麻煩 你每次跟他出去 你一定會帶那個吸管 因為 你獲得 一個莫名其妙的認同 也就是說 今天如果 這個 環境教育的東西 一直是 可能老一輩的人在說 或者是我們環保團體在說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還是會覺得 呃 鍾葵又來抓鬼了 對不對 就是 我就不要跟他有眼神交 的 接觸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真正會需要被改變的 被需要 心態上面轉變的 其實是 今天剛剛這位朋友講到的 不在我們同溫層之外的人 對 所以其實 喔 對 他也是有一些眼神的三朵 我發現 所以 也謝謝你 好 這個 你為我們下一場活動定了主題 為這整個運動指出了新的方向 好 在我們一開始推廣這些觀念時候 也許都是用說教的方式 嗯 但您剛才說其實要用 呃 更酷更吵更年輕人能接受的方式 好 所以我請你到前面來原因 好 我想問你現在有女朋友嗎 沒有 好 那我替你 提供一個服務 我讓你告訴 你現在年輕漂亮女生 她們 的觀念是什麼 好嗎 好 然後也許你就不會覺得麻煩 來這邊這一位小姐 好 你也很年輕 你 我覺得你們兩個在一起 好 我覺得 好 我好像都知道我什麼年 可能年紀上是蠻適合的 好 如果一個男生約你 然後 他是到路邊的手藥茶店 用這些 會造成污染的垃圾 跟他從他包包裡拿出 剛才我們同事講的這一個 鋼鐵的吸管 你會 哪一個會讓你愛上他 鋼鐵吸管 來 轉過頭來看一下 好 轉過頭來 來看一下看一下 好 轉過頭來看一下 好 鋼鐵的吸管 我有帶啊 我有帶啊 好你看他這麼漂亮 你突然有帶了 我是沒時間了 不然我要你再拿出來做正 沒有 我的碎掉了 玻璃怎麼會碎掉 因為玻璃啊 撞到啦 撞到要碎掉了對不對 好好 剛才不是我送給誰一個玻璃瓶嗎 剛才我送 不好意思我收回來一下這樣 因為他碎掉了這樣子 你看起來本來就很環保 但他怕麻煩 所以我現在從他身上拿過來轉送給你 好 好 那希望這個玻璃瓶跟你的心一樣 不管經過多少的碰撞 都不要碎 我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但就讓我講完 好嗎 轉頭看看 看看我們後面 他不好意思看 多可愛 轉頭看看 天底下所有的正妹 都喜歡用鋼盃和用玻璃瓶的男生 所以不要再去怕麻煩了好嗎 好 要不要最後偷看一下 好 來我們掌聲謝謝他了 好 好 我想請我們 今天的幾位都到台前來好嗎 好 然後我想請我們 來請綠色和平的 好 然後我們一起來吧 你不用尷尬 現在很多人了 來一起來 為什麼我要請我們這些貴賓 郑忠祐賓到前面來 因為今天台上的這一群人 帶領我們做了一個晚上非常有趣的討論 好 來 好 你這麼不情願 我再幫你問一個問題 你比較喜歡坐在台下的人 還是比較喜歡站在台上的男生 都喜歡 你也配合一下 好 他都喜歡 現在站在台上的這一群人 今天晚上跟我們探討了 我們非常熟悉的觀念 但是他讓我們更深刻的了解了 所以我想邀請臉書上的朋友 以及在座每一位 熱烈的掌聲給我們這一群朋友 鼓勵一下好嗎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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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